报称会在上任100天之内 废除欧巴马全民健保的川普 如今真的当选了 对于新的一年的健保何去何从 现在充满变数 因此南加州华新保险的总裁张国新 他特别为当前的民众的疑虑 还有最新的保险政策 为大家一一解答 美国超人级的川普 对于废除欧巴马全民健保 态度果断 语气坚决 当前新军政府交换之际 2017年的健保走向何方 华新保险总裁张国新 特别分享了他的看法 未来是不知道 可是至少现在是 我说现在是就2017年 因为这个立法都是已经成立的 预计已经拨了 所以说保险公司的 这个就是全民健保这个东西 至少在2017年 还是按照现有的方法继续进行 每年的加州全保 宣导者首站都会来到 华新保险的总部 作为对其在加州全保工作中的肯定 身为南加州最大的保险业者 华新保险总裁张国新强调 2017年保费大涨已是事实 但是他也表示 通过合格的保险经济公司 仍能用最小的成本 获得最大的保障 一个叫LA Care 这两家保险公司 事实上他们的价钱相对比较起来 是便宜的 而且甚至于说 如果你愿意去参考一下他们的价钱 他们的价钱可能跟你过去所付的钱 没有涨还会跌 一直关注华裔参与加州全保的状况 加州全保执行长皮特利 联合多位官员和健保公司代表 将在11月14日 星期一早上9点半 在华新保险哈岗总部 面对面交流解答疑惑 欢迎有兴趣民众把握机会 东西新闻彭迪杨平俊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